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开市感囊 首先跟大家跟进 加密外围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做好 可口可乐和联合科技等 季度业绩较预期理想 另外有报导指 美国贸易代表萊德希澤 将下星期前往上海 与中国官员举行面对面的 贸易会谈消息增强了市场 对解决中美贸易争论的 乐观预期 都带动了美股做好 道瓊斯指数一度升近200点 收市时升幅就留为收窄 升173点 报在27349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重上3000点 关口 收市报305点 上升20点 纳斯特克指数 收市报8251点 上升47点 股份方面 可可可乐 上季收益超过预期 和上调了全年收入预测 股价升超过6% 创造力是新高 至于联合科技 调高了全年盈利和收入预测 股价升1.5% 而玩具製造商鞋之部 上季收入多过预期 股价升近一成 至于美国上市的港股预抬证券 亦普遍上升 汇控制入港元部 60.06元 中二动部 69.18元 中联通部 8.08元 中仁组部 20.43元 三桶油都可以做好 中海油部 13.28元 中石化部 5.17元 中石油部 4.28元 欧洲主要股市做好 汽车股是升市火车头 瑞人公布了近十年来表现最好的第二季 业绩股价升2.6% 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会下调利率 亦支持欧洲银行股普遍可做好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视部7556点 上升41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视部12490点 上升201点 巴黎Cat指数部 5618点 上升51点 商品期货方面 国际油价上升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增添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疑虑 纽约其油收视部每桶 56.77美元 上升0.55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视部每桶 63.83美元 上升0.57美元 之后 美国石油协会公布 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大减 1100万桶 减幅远超出市场预期400万桶 而汽油库存出乎意料感 增加440万桶 而蒸馏油库存增加140万桶 增幅较预期打架 金价方面 金价就回远跌至一星期的低位 主要受到美元上升所拖累 另外市场就观望联储局 对利率前景更明确的信息 纽约期间收视部每桶 1421.7美元 下跌了5.2美元 汇价方面 美元就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 就未来两年 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和债务上限 达成了协议 消息离好了美元会价升至五星期高位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 美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到2.6% 以及中美官员下星期 恢复面对面的贸易会谈消息 都对美元带来支持 美元指数上升近0.5% 美元对港元报7.8114 日元108.15 欧元1.1148 英镑1.2439 瑞士法郎0.956 佳元1.3135 澳元0.6982 楼元0.6696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十年期债券息率是2.07厘 三十年期债券息率是2.6厘 接着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 现在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正在升 大约166点 却28637点 而国企指数升幅大一点 正在升0.7% 却108888点 正在升78点 至于成交方面 暂时是43亿元左右 至于A股方面 看到主要指数都可以做好 上证在升18点 却2918点 而深证在升64点 却9243点 而创业板指数也升8点 却1543点 这节就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现在有设计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 1416.7美元 卖出价1417.18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 16.336美元 卖出价16.39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